昨天虽然是粗骨 但是她们对自己有要求 值得尊敬 小弟说得有道理 天晴 他们来了 天晴 我们都听面线博说了 人家找的是你 你现在的名气很响亮啊 面线博 我本来都已经很难做了 你怎么能这么传话呢 这不是害我呢吗 我 你别怪面线博 怪我 这同样一句话 让阿玲说出来吧 就是柔声细语的 这我一张嘴 就 就 变了味儿了 天晴 刚才七姑娘的话 丝毫没有贬低你的意思 虽然你顶撞了七姑娘 但是没有摘红头巾 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是一时的气话 人家找的是你 你没有一走了之 也没把活儿带给别人 就说明 你的心里 还是有豆腐庄的姐妹 谢谢七姑娘不生我的气 我为我刚刚说的话 给你道歉 人没点性子 哪能做得成事啊 人家慕名而来 说不定啊 就是因为你欧阳天晴 善于杀伐决断 敢作敢为 什么沙发决断 敢作敢为啊 我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在报纸上写的 报纸啊 对啊 南岚小姐那天 在女神酒店门口的演讲 全都登到报纸上去了